中国非常以以为傲 他们终于有航空母舰了 跟中国今天消息传一传 他们的航空母舰居然是 全世界最老的发动机 这个老的发动机是二战的发动机 他们现在光是启动 光是要烧那个锅炉 就要花48小时 连他们的小粉红都讲 你把锅炉烧热的 战争不是就打完了吗 4月23日是中国的海军节 照理说应该欢天喜地的庆祝 结果没想到 中国的文章居然泄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天大的秘密 他说我们的辽宁号引擎启动 要48个小时 结果没想到 这个文章一出来之后 大家完全炸锅 48小时 你启动48小时 仗都打完了 为什么仗都打完了 保险这样 辽宁号出来之后 48小时才能够完成出海 从日本横须鹤出海的 美国的海军 大概十几个小时 就会抵达中国 所以也就是说 人家抵达中国 说我们还在烧银银 你在瀕银沉下 你还在那烧锅炉 所以大家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而且不只是辽宁号 他们可能连山东号 或是连福建号 都是这样一个状况 好 这是第一个糗事 第二个糗事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山东号 完成演训 准备要回去 回去之后 现在距离我们台湾西南 大概是120海里左右 这个状况 不但全程被我们掌握 现在他可以说是动弹不得 为什么动弹不得 为什么 现在美国有四大航母 在周边围着他 一个是雷根号 一个是美利坚号 马金岛号 还有尼米兹号 四大航母围着你 你到底有多强 我们要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所以现在海军节 好像对中国来说的话 今年的海军节 似乎不是属于 中国海军的日子 你说山东号 现在本来耀武扬威 现在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行程都被看穿了 看穿了以后 人家把你当法船了 完全动弹不得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所谓 中国的辽宁号 要启动48小时 这不是我们瞎说了 为什么 因为这其实是由 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 旗下一个头条新闻 它转载很多中国媒体说的 这个稍48小时开水 战争结束还没有出港 辽宁号动力真的 全球最落后吗 这个文章 保洁那这个文章 一开始还真的有 结果你现在去找的话 已经没了 已经被下架了 因为你不小心 说出了实话之后 战争结束你还没到战场 对 大家完全无法接受 结果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就对比目前的 这个中国跟全世界的 海军的这个状况 好 中国的这个辽宁号 山东号 还有这个福建号 他们用的是所谓的 涡轮蒸汽引擎 涡轮蒸汽引擎 就是你要把它的涡轮 里面的水要烧开 烧开因为你要烧开 这个里面的水 所以你需要时间 所以根据中国媒体的说法 是要48个小时 才能把四具引擎 把它完全烧滚 烧滚了之后 才有引擎可以推动 所以真的要48小时 所以不是辽宁号 山东号 福建号 都要48小时 他们引擎都是这样引擎 好 那我们来对比 美国或是全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 他们是用核子动力 核子动力来说的话 启动大概原谋 两个小时就可以启动了 另外一个 法国的戴高乐来说话 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 那电星也比较小 它原谋一个小时就可以启动 那目前为止 启动时间最快 那就是英国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 这个航母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所谓的燃油蒸汽 加上电力 所以它启动的时间是 瞬间就可以启动 所以人家跟你讲 你是四十八点 人家都一定来到你问候 你要什么作战力可以 所以这个文章出来之后 在他们中国网路上 讨论的非常多 大家想 怎么会有这个文章 就后来没多久 现在这个文章 已经完全下架 你都看不到了 而且你讲 不管辽宁号 山东号 福建号 它的引擎都是 二战时候的 对 人家现在说什么 人家就说 这个是中国网友自己说 因为现在文章出来之后 大家说 你这根本就是吞金兽 就把那个金块吞掉一样 因为太花钱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现在怎么讲呢 为什么它会这么久 它用的是蒸汽涡轮 然后用重油燃烧 所以它要把六十吨的水 加热成为蒸汽 所以启动起来比较长 那因为它是四台 所谓TB12的这个涡轮 它需要四十八小时 所以需要很久的时间 而且所以它 我们就讲 它出去需要很多重油 因为重油要燃烧 所以重油燃烧之后 所以我们不是都说吗 我们之前不是有说 如果台湾我们要进攻他们 然后我们就把他们补给垫打掉 因为它一定需要补给在旁边 大概因为如果三天到四天 就要把它重新灌油 三到四天就要补一天 没有油的话 是完全不行的一个状况 好那你说其实 所以你说 今天从你的母港出来 你说好了 我要通过巴士海峽 你要到台湾的这个东部 你好像对我很大的威胁 可是你当你要到台湾东部的时候 你已经快没有油了 可是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它事实上是 我们刚才讲的是 启动到四十八小时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它如果从寻塘时速 要加速到三十四年 就是要加得更快的时候 抱歉也需要两个小时 也就是你看 加速要两小时 对 那你看燃气动力航母 它需要二十分钟 也就是说 一三百女王号只要二十分钟 它只要从一般的巡航的速度 增加它最快速度 二十分钟 两两两两两 你两两两两 在海上就变成火把 之让人家打 所以就变成是说 现在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辽宁号 山东号 福建号 这些航母 他们引擎 大概都是细突重门 所以 我的准备时间长 我的加速又慢 准备时间四十八小时 加速时间又要两小时 所以等于是 你灯子变成是火把子 所以他们三到四天 就需要一次补给 所以我们才说嘛 我们就决定会锁定他们 美军也是一样 打补给船 打掉之后 你就完全毫无坐在 你可言的一个状况 那你要说 他们其实平常回去 他们也不敢真的关机 因为他怕真的 就一关机要四十八小时 所以根据他们的 回到母港之后 他们都用什么 外接燃油 外接燃气之后 外接蒸气之后 让它维持一个低速运转的 这个状况 也就是低速运转的时候 我启动时间会比较短一点点 所以他们等于是 平常时间他还是 涡轮在烧 还是在继续让它燃烧 这个蒸气出来的一个状况 难怪讲 你现在看到中国的船 怎么找你知道吗 天上冒黑烟的 没错 就是中国的船来了 因为它烧重油 烧重油会冒黑烟 不但烧重油会冒黑烟 它一个小时 就要烧掉二十五顿 没错 重油 因为重油来说 它那个燃气出来就是黑烟 所以它不是只有黑烟 去找中国船舰很简单 去看天上 哪里有黑烟 哪里就是中国的船 对 黑烟弥漫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排气管也是黑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判断出来 那一艘是属于这个 中国的航空母舰 很好知道 所以它事实上你看 它相对于中国在那边说 我们真的要四十八小时 才能够这样吧 美军这时候呢 跟你耀武扬威 他说什么 他说一个新记录 对 他说我们的 尼米兹的航空母舰 生以来第三十五万架次的这个飞机 着陆成功啊 三十五万架次 对 他们是这样 三十五万架次 我们没有听错哦 那我们前一阵才讲 这个中国的三冬号不是出去吗 它最多最多 只能够五六天 只能够两百架次 人家现在离米之道 已经有三十五万架次 所以能够让美国在 航空母舰上面的作战能力 或是实战经验 这个绝对不是中国的航母 能够比更晃 你要四十八点 才能够启动 人家两个小时就启动 都可以开到你家门口 去等你启动的时间嘛 而且现在对中国来讲 之前不讲的中美对战嘛 中美对战的时候 我刚才讲 你把很多的国外的 外商的供应链给赶出去了 那讲到你嘴巴讲这样的 现在按照中国的出口 的数字很清楚哦 它现在的出口 等于说一般来讲还是上升 因为它到东南亚 到非洲 到中南美洲是增加的 可是它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真的是在下滑当中 没错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的话 它的目前经济面临到一个 可能非常大的转折时间点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它今年第一季的贸易的 这个状况来说 你看主要几个状况 欧盟 你看欧盟下降了5.5% 欧盟下降 对美国下降了13.1% 另外一个是日本下降了11.5% 另外一个是台湾下降了26.5% 也就是说 台湾下降这么多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注意到大部分的这个下降的状况 来说的话都是可能现在跟它在打贸易战 有一些贸易摩擦的主要的国家 当然了它对这个东盟 东协 或者说对中南美洲的这个出货量 增加非常多 可是问题我必须讲 它出口可能都是一些 比较低阶的一些产品 这些很好取代 它反而过去出口到美国 出口到日本台湾的话 有部分的产品来说 现在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以做 所以我才说 尤其是这样 台湾日本这两个国家 事实上为什么会 跟它贸易量会减少这么多呢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其实台湾 我们过去不是都说吗 我们台湾对中国 享有非常大的贸易顺差 那个部分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代工厂在中国 富士康 和硕 这个还有伟创等等 我们在台湾生产的部分的 这个领主建筑 再运到那边去 那为什么台湾对他们的贸易量减少 因为这个部分大量减少 因为他们的工厂移到越南 移到运渡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台湾的这个出口 搞不好会 台湾的贸易伙伴 接下来越南跟印度的扮演角色 会越重要 这也暗示着 整个供应链在移转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从这张图就看到 中国供应链跟非中国供应链 对 真的已经慢慢切开来 没错 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 那包括说想 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产品来说 特别在高科技 产品真的出口的下降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情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些画面 这个让人家也非常惊讶 这也是最近的报道 中国不许讲说 至少我的高铁是非常进步吗 我的高铁还可以做输出吗 可是现在居然传出这些照片是 现在中国高铁很多的车站外面 居然荒烟漫草 因为他真的赔太多钱了 他赔钱到什么程度 赔钱到他的车站是没有人进去 没有办法维修了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就号称说 我们的这个高铁有两万公里 所以这个真的是 全世界的高铁大口 但是因为你盖太多之后 变成这样 变成浪费 那为什么浪费 你看这是雄安车站 雄安 当初习近平说我要建设雄安特区 所以他们在这边建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雄安新站 就被他建下去之后 华杰 你知道多夸张吗 他周边 现在都已经变成是大草原 因为没有人来这边坐 而且他每天经过的班次 是相当相当少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雄安新站 外面就是这个样子 完全都是大草原 那除了雄安站之外 还有云南的这个 阳中高铁的这个车站 他也是几乎是没有人 整天都没有人到这个地方 你看旁边甚至还涨出了这个黄烟曼草 甚至你看这个还有这个南京的这个江浦站 盖好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办法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亏太多 你知道亏多少钱吗 2020年的话亏了550亿人民币 中国高铁 他亏了2444亿 2021年来说的话 亏了2213亿台币 就你知道去 这个去年上半年就亏了3573亿 越亏越多 所以你知道是让中国的高铁反而已经变成 虽然说他们现在号称说可以输出啦 但是目前为止中国高铁盖成这个样子之后 变成是他们伟大不掉的一个状况 他们这个所谓高铁的财务状况 恐怕也会越来越糟糕 被他附在金额高达26兆台币 对啊 所以我才说嘛 中国高铁过去盖太多 但是呢 我说过一句话 你盖了那么多投资的时候 没有回收 重点呢 后面的这个烂尾的情形恐怕会非常严重 好 请会 另外就是 现在传出来辽宁号 山东号 福建号 全部 我在发动的时候 都要48小时 这个在作战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恐怖的短板吗 这真的是短板吗 真的是短板 对 你知道一般我们军队来讲 或是军舰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三分之一会去准备在 进行这个所谓军事演习 或是在演习过程 在训练 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在战备 就随时standby的概念 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保修 他想要入港保修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保修战备跟在作战 对 所以一般来讲 平常时候会分成三分之一 但是你战争的时候不一样 战争是全面动员嘛 那战争全面动员 你那个保修的 如果你还要动到48小时 再把涡轮启动 蒸汽涡轮启动的话 那当然战争就可能就结束了 所以对辽宁号来讲 山东号甚至福建号 因为他现在福建号也不是核动力的 现在福建号也是用传统的 蒸汽涡轮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 那当然在这个技术上没有改善 他们还在采用 二战的时候的一个想法 理念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他怎么跟美国跟英国跟 法国的这些核动力的 这个航空母舰来做比较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来讲的话 这真的是内部来讲的话 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但是你总不能说 让这些三艘舰 全面的24小时 或是365天 全部都在 谁是在发动当中 因为你总是要保修 你总是要让它降温下来 然后做全面性的保修 所以大家来讲说 为什么这三艘舰 完全不能打仗 有人说这三艘舰在干嘛呢 摆拍用的 摆拍 是专门做大内宣用的 是做宣传照用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 像我们今天国防部 就造了这个三冬号的 这样的一个航母 而且造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我们国防部 刚刚公布的 现在拍三冬号 也刚刚讲到 已经不是美国拍 不是日本拍 台湾现在也拍 而且我们正讲的 如果我拍得到你的话 我就打得到你 而且刚刚讲 台湾不是要打三冬号 我要打你的补给舰 因为你一个小时 就要补25万吨的 这个所谓的重油 而且这个重油刚刚讲的 你非常好 三到四天就要补一次 三到四天 如果没有补上去的话 你就变成一个废铁了 是啊 那如果他后续补给舰 没有到 打了一艘 有网友说 打了一艘 我们还有后面 千千万贵的补给舰 问题是你补给舰 一直来被封锁 被围堵 你怎么去跟他加油 而且在加油过程当中 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了 所以你看到这三艘 我们公布 越照越清晰 过去巴士海峡的时候 还有点模糊 客用模糊 这一次来讲的话 客用放比较高清 那为了高清呢 你要看舰载机 你看舰载机 上面只有二十多架而已 而且完全来讲 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动静 对 你说舰载机都可以数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 十一架 对 然后还有它里面的话 甲肠里面 还是有 还有几架在里面 但问题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对 山东建来讲的话 它从来就是 常常发生很多的问题 因为它的母港 大家知道它是在三亚 它不是在北方 但是它的 制造它的地方 是在大连 所以它常常要往 在南方的 不知道怎么样 演训完之后 然后通常都要再回北方去修理 大概修理了两上个月之后 才会再往南走 你说它要花很多时间维修 对啊 所以你说你进到港 进到它原本的 这个所谓大连厂 去修理的时候 那不是要降温吗 那不是就是重新要启动了吗 那就是要等四十八小时 一样的概念 大家要等四十八小时 才能够重新再 再恢复它原本的 这蒸汽涡轮的一个动态 所以同样道理 不是只有这个 所谓的山东号 辽宁号也是一样 常常也是说 要进到大连厂去维修 那辽宁号的母港 是在青岛 然后这个山东号 它是在三亚 所以不管怎么样 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的航母 真的就是摆排用 它不是具有 真正的作战能力 不是 另外我们看到一小几次 势力说 现在我要把 鲤矿收归国 收归国 你说没有 这是一个 能源战争的开始 能源战争 对中国来讲 最不利是 中国本来就早就要 打这个能源战争 所以中国在很多地方 就已经收购鲤矿 如果你今天 这些矿 全部都收归国有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我之前的布局 不就一场空了吗 对 这个就是 现在大家都在开电动车 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白色黄金 白色石油 就是鲤矿石 那智利总统 这一次 他不是把所有的 矿权收归国有 是把两家 在美国上市的 理公司 给变成国有化 要把他的股权 交给智利的国有公司 没想到这两家 在美国挂牌公司 股价马上大跌 大跌之后 你知道谁又跌得最凶吗 谁对凶 中国的天启礼业 中国的干风礼业 中国的比亚迪 股票在跌 不是 我不懂啊 但你今天是 两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又倒霉就是美国啊 美国人倒霉 美国人你不重视 而且美国你跟中南美 说没搞好 你活该倒霉 可是你说 真正受伤最惨重的是 中国公司 对 中国的天启礼业 一口气跌了5%多 原来他是SQM 就是智利化工 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只有他23.77 用了40多亿美金 去收购他的股权 等于中国透过天启礼业 在收购智利化工 控制智利的这个白色石油 他是幕后营污者 他才是真正的最大股东 当然另外一家公司 是美国公司 他其实也是有 中国的股权在里面 也是中国在控制的 对 也是中国股权在里面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比亚迪马上就被质疑 而且比亚迪他今天 马上发出消息说 他还是会继续推动 但是人家说 他2.9亿美金 在智利建了银矿场 恐怕要延延了 会有延吗 因为这个智利总统 你很尴尬 他在4月24号的时候 才讲说 比亚迪要在智利这个盖 然后我就收归国有了 对 所以大家说 他可能成为第一个股主 当然比亚迪今天第一时间 站出来说明说 他还会继续推动 因为他现在是刚在推动 而且这个35岁的总统 他是一个左派总统 过去4年来 智利有4次的暴动 上街头有4次暴动 所以他一直想要 化解贫富杀据 所以他想要做的是什么 利用这个变成 把智利变成 南美的中东 南美的沙奥地 阿拉伯 变成世界上最大的 白色黄金 白色石油的产地 好的 刚刚讲的 那这个你就讲 这个如果他真的 像OPEC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是一个新的能源战争的开始 对 当然是世界新的人源战争 我们来看中国三月 习近平很得意说 三月的话 出口不是大增14%美金 增加到800亿美金 顺差800亿美金 结果你去查 现在中国有所谓的 就两样退掉了 手机退了32% 衰退32% 电脑衰退了25% 你知道谁增加最多吗 那三个 新三样就是 第一个电动车成长快七成 第二名是 电动车成长快九成 第二名是电池成长快超过100% 整个电池光电池出口 一千亿人民币 再来是太阳人电池 所以这三个东西 被称为中国的新三样 都跟能源有分 对 以中国现在几乎完全控制了 全世界八成以上的 所谓的锂矿石 那中国透过这个锂矿石 把全世界锂矿 运到中国在加工出口 就会看到我们看到了 今年出口大增 将近100多%的锂电池 占有世界七成的五的锂矿石 锂电池都是中国出口了 所以智力这样做 当然就会影响 所谓的中国的出口 过去在这个新的能源战争 也就是在电池战争的时候 美国感到威胁 就是因为 现在新的矿产 包括锂矿 包括很多的这个矿产 都被中国掌握 而且中国掌握在哪里 中国掌握在中南美洲 中国掌握在非洲 这个是美国立有未待的地方 可是如果今天智力搞这一招 我把你送给国有了 大家呼呼也顶来 那中国不是白忙一场吗 这导演不会 但是你把全世界的这个锂矿 就是这些锡主 跟能源有关锡主的掌控力来看的话 中国还是全世界第一 你看林泽时代 是全球第一的电池的生产量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看了 分成两块来看的话 所谓的民主国家 文明国家 比较有的地方 像澳洲 像美国 像墨西哥这些国家 他还讲道理 他讲合约 但是真正产量比较 运产量比较大的 或是产量未来比较大的地方 是哪里 非洲 是非洲 是南美这些国家 那这些国家 中国下手非常早 投资非常早 所以听说都没有掌握了 对 那现在智力 现在开始翻年了 那翻年情况之下 你要知道 矿权本身 这是国家资产 但是你矿权 是国家批给你 运势学矿业的 对 然后我给你一个矿权 对不对 但是你拥有采矿公司的股权 这是第二件事情 他现在收归国有 不是把矿权收回来 他是把你这个采矿公司的私人股权 给你名国有化 那这才昏倒了 对不对 怎么这样搞 就突然间台积电的股权 现在改成中华民国所有 对 大乱了嘛 可是这个事情是什么 这个趋势就会 在法理上来讲的话 应该要有补偿条款 对 因为股票现在下跌了 对不对 那股票为什么下跌 知道你可能拿不到补偿金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国有化 以后要怎么办呢 就重来谈 就重谈了嘛 那重谈的情况之下 那智力有能力生产电池 没有 没有能力啊 还是有他们生产 他是干什么 他控制拿回来以后 中国多人做而已 就是顶谈而已 要重分配 重分配 那重分配的时候严格讲 那有些所谓的新兴国家 像美国这些国家的话 他就有机会 你们也来跟你表一下 对不对 就开始来谈 因为过去 我在把那个李矿 给你这个林哲时代 给你这个比亚迪的时候 那个大概就是 大家这个悲谎交错 你们要拨弱一下 就给你签给你 一千千五十年 前三十年这样的搞 我要把你收回来 怎么样 收回来 开标 重台 可能是一样给你 但是你把他搞得好 所以这个在 麻烦在哪里 这个国外的媒体 学术上早就报道了 因为中国所掌握的 矿权的区域 跟国家 都是属于政治情况 不稳定区域 说翻脸就翻脸的地方 还有军头 军阀控制 这个很麻烦 你这个翻脸翻脸 还有非洲一大堆 他有矿对不对 他基本建设没有 运不出来 那他要你干嘛 我矿给你 你马路给我开出来 你昏倒了嘛 你要不要投资 拿到矿以后你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办法 出不来 他在那个崇山峻林里面 他是有蕴藏量丰富 所以这个都是未来的 除了地缘政治 还有这个科技 还有人员的 整个斗争的开始 那这个斗争开始 中国有没有退路 没退路嘛 跟你搞到底了 因为目前来讲 他领先 他维持这个领先 必须要做了 那这个就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第二件事情发生 就会变成像美国 日本这种先进国家 他就会想办法 突破你这种 稀土的掌握能力 我就开始改变别的科技 就改变对理矿的依赖 改变配方 让你绿能的 这个改变游戏规则 我不能被你这个矿绑住 我就用其他的一些化工材料 能够达到人员效果 所以这个新的科技发展 所以未来二三十年内 这整个的人员科技 或是绿能员科技 是世界的主流科技 到底是哪一边获胜不知道 但目前来讲的话 是中国第一名 中国处理这种非洲 处理中南美洲的技术好不好 好 你放心 他有本事 因为他会送红包 他会去买嘛 中国做这种短频快的交易 全世界第一名 美国不敢干 他敢干 所以他里面非洲 他早就赢美国 压天天 什么钱他就敢花 控制力还是全球第一 刚才谈就在 中国最有掌控力在吗 在中南美洲 在哪里 在非洲 可是这几个地方 说变就变 说正变就正变 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哪里 注意苏丹 连美国都受不了撤侨了 而且看起来 真的没太大了 苏丹真的太危险 苏丹现在内战嘛 你看他的政府军跟快速反应部队 直接在大马路上 直接隔着墙就护轰啊 而且他们护轰之外 你看 这种火箭炮 都出来一般人都有 然后隔着墙在那边护轰嘛 这都是所谓的正规 这是苏丹 对啊 苏丹真的说你在那边怎么冒 那我们再回头看刚刚那个火箭炮 那火箭炮是他们真的 你也感觉不知道他们有 到底有什么目标或敌人 他们知道敌人大概在那个方向 火箭弹都炸出去 所以他们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连机场都炸 他们为什么机场还炸 我给大家看机场被炸的画面 原来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发动军变的时候 政府军有在跟埃及去做演习啊 所以快速反应部队有怕埃及介入 一不做二不休 就先把苏丹机场炸掉再说 而且他们炸过的时候 连苏丹的战机都有被炸下来的 所以苏丹现在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而且有各式那种运输机 你看在高空中飞的时候 也被防空飞弹炸下来 而且苏丹现在几乎到 一类是这种宵禁的感觉 有那种大量的武装分子 在街上开始去做扫荡 他们这种扫荡的 其实就是要去管控 到底人民有没有乱跑 所以现在苏丹整个局势你看 是非常的丰盛恶丽 非常非常紧张的 他们这种扫荡 其实坦白讲你知道吗 他们是会杀人的 因为杀人 对他们不是说只互相杀 政府军杀快速反应部队 没有他们连平民都杀 因为他们在做违和的过程 就违安了 他们在违安的过程 维稳的过程中 其实苏丹的学校叫做克斯牧大学 克斯牧大学里面是苏丹最好的学校 里面师生全部被困在学校里面 要食物没食物 要水没水 现在已经九天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种学校学生 既然有人要跑出去的过程中 直接被射杀 这是知识分子 而且射杀完之后 你知道吗 这些政府军杀或快速反应部队 也不给这个学生有好下场 直接杀完后就说 你就就地掩埋在大学里面 然后这些学生现在没办法 被受困在学校里面 所以你说苏丹真的杀虎眼了 对他们真的杀虎眼 那现在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政府军跟快速资源部队 两个是属于不同的军头 这两个军头 政府军其实2021年才军变成功 所以他现在政变成功 所以现在快速资源部队 想要推翻政府军 到现在420死超过3739天 那为什么杀虎眼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们很多都是回教组 回教组开灾日 他们连开灾日说 好 那我们不要打仗 72小时不打仗 结果两个小时就打起来了 所以现在世界各地都要去撤侨 我给大家看各国的海 等于说特战部队都进去了 所以现在关键就是 大家赶快去撤侨 第一个给大家看 美国海豹部队的撤侨 美国海豹部队派了200辆车进去 去做所谓撤侨的动作 为什么那个洪空洪 全部是海豹特战部队 为什么 因为现在没有飞机可能起飞 你说起飞可能会被部分青鸥罩牌炸掉 所以美国其实在这边的 美国的美国驻苏丹的使馆人 大概90名或100名左右 不需要这么多台车 所以美国就是也协助其他国家来撤侨 然后呢包含德国西班牙 意大利都有撤侨 可是最厉害是什么 日本自卫队也出发了 日本自卫队把这边当成 也是一种实战远期的托车 上次阿富汗的时候已经派日本自卫队去撤侨 那最惨是什么 内战其实损失最惨重的 可能不是苏丹 是中国 为什么 中国在苏丹投资了 差不多6000亿台币 有石油 有港口 有公路 6000亿台币 对 所以中国在苏丹是投资最多的国家 没有错 因为了中国我刚刚讲 有石油 有港口 有公路 有桥梁 有电力公司 有四座火力发电厂 三座水力发电厂 而且这其中三座水力发电厂 有一座还是尼罗河大坝 它被誉为是非洲的三峡大坝 那中国把这些投资下去 就是希望苏丹可以稳定 可以在那边捞一票 对不对 现在又进入到不安定期嘛 所以中国现在这些投资 可能都要打水标 更可怕的事情是 这个快速反应部队 背后竟然有瓦格纳 傭兵团的介入 放二国要进来 对 为什么 因为苏丹的旧称叫做努比亚 努比亚他埃及话叫做黄金之乡 现在瓦格纳 因为俄罗斯被封锁嘛 对啊 被制裁 所以他们很希望要有苏丹的黄金 让他们直接在国际市场 去一屋一屋 所以瓦格纳游表现也介入 所以现在这个苏丹 你不要觉得是一个 非洲东北奖的小国家 其实是全世界最乱的国家之一 我觉得对中国来讲非常的尴尬 之前这一张的照片 已经对辽宁号来打脸了 你不是讲说500公里处 不可能外面的船 闲人不能误进吗 其实我没有想到 你不但接近了 而且进到3.6公里 进到3.6公里 被拍了这张照片之后 居然被拍到辽宁号冒黑烟 辽宁号冒黑烟也就算了 现在这张照片是 你居然两三天动都不动 在某一个点上面 没有错 辽宁舰这次真的闹了一个国际大笑话 他们这次我讲的嘛 是敲锣打鼓的出来 灰头土脸的回去 灰头土脸的回去 灰头土脸 没有错嘛 当然你被拍这张照片又多糗啊 他距离只有3公里左右 3公里是什么概念 我狙击枪都可以打到你 美军都还不怕 就在那边翘翘看你嘛 本来以为灰头土脸回去 这次就没了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这样 辽宁号现在叫做有家归不得 因为他发现他可能 他的引擎好像坏掉了 现在已经不是冒黑烟的问题了 现在是这样 他们就是近距离 跟美军这样见面的时候 结束后 辽宁号就加紧马步 把马力开到最大 然后又往中国 筋酸啊 筋酸要吹吹吹吹吹吹 可是我们骑过车就知道 像这种老爷车 你拼不吹油门会发生什么事 冒黑烟 冒黑烟你还继续吹会怎么样 缩缸嘛 我们老爷车不都这样 骑摩车都会发生这种事 那三天动当然跟摩车不一样 他不会缩缩 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 你看4月11号跟4月12号的时候 他们几乎都在同一个点 一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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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海面上是打圈圈的感觉 你今天我们是把他们标定出来 这个就是辽宁号 结果在11号跟12号 两个标定铁几乎是一抹一啊 是 那你说 在原地打转 对 你要知道这辽宁号 假装他有特殊任务好 可是这辽宁号 11号 12号都在这边 结果14号的时候 他就往前移动了一点点 你要知道辽宁号他的数据 他就说我可以走30节 30节什么概念 55公里时速啦 你骑摩车55公里骑蛮快的 尤其在海上30节 已经是标准军舰的水准了 对不对 抱歉 你动就是不动 完全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海南岛 这个有对比嘛 这个海南岛对不对 他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海南岛 在海南岛旁边 对 在海南岛旁边 他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嘛 所以说这东西第一件事情 非常诡异在这边 第二件事情 我认为美军就真的还在鞭尸山 还在鞭尸 还在鞭尸辽宁舰 你看哦 现在最新卫星图的出来 美军竟然还没有离开 还在后面尾随啊 还在辽宁后面 你看哦 最新的这个1号 这边是辽宁号在这边 然后他的护卫舰 只剩一件的052D 然后美军的伯克级型号是什么 还不确定 你看还在这边观察 两边距离非常非常近 不是马斯廷号吗 不知道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反正是伯克级的 还在有一艘美舰在这边 所以重点来 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美军就在那边静静的 看着辽宁号在那边原地打撞 我不管是冒黑烟的 还怎么样 都有照片啊 保洁哥 如果美军他有存档的话 一定一直拍一直拍 所以你昨天讲 辽宁号冒黑烟 当时中国的网友还说 不对 那不是辽宁号 那不是美国 中国的 那是俄罗斯的 可是你把这两天 所有的职讯弄出来 这个冒黑烟冒到了直上云霄 还真的是辽宁号 很有可能是辽宁号 而且搞不好 那照片哪里来的 谁会有那张照片 很有可能就是美军拍下 又透过另外一个方式 流出去的嘛 所以说美军就一直看一直看 我相信美军也没有想过 美军原本只想做压力测试 没想到这压力测试 直接把辽宁号测试垮了嘛 真的是辽宁号 太糟了吧 真的很糟 因为这不是中国的错 所以辽宁号 它本身就是一个烂尾船嘛 烂尾船 它就摆在那边 很久很久 然后中国用赌场的名义 把它买过来 买过来后再做原床改装嘛 所以它是并没有 很好去做保养 我们都说一般的 谈过我们的寿命大概40年 现在已经32岁33岁了嘛 对不对 辽宁号 可是40年前提是什么 每一年都好好保养 对不对 可是它前十几年是泡在水里 泡在海里是没有保养 所以辽宁号出问题 坦白说大家都不意外 只是我相信 可是你有问题 你还出来下台湾 他就是出来下台湾 他也只能下台湾嘛 可是美军也直到 知根知底 所以去一弄 没想到真的露出了马脚 你都用3.6公里去拍人家 你都公布他的照片 在原地不动 你都公布那个 黑烟直上云霄的画片 你还公布这一张 刚刚讲的动武二 结果美军伯克级的舰舰 不是 伯克级的舰队 就直接在这位置 盯着你的辽宁号 而且这件事情很荒谬 是什么东西 辽宁号坏掉就算了 可是动武二没有坏 动武二在旁边干嘛 在看戏是不是啊 你不是叫驱逐舰吗 你不是要去驱逐别人吗 没有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战术 真的是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大问题 甚至现在拜登的好朋友 不是来到台湾吗 中国不在那边搞这个实弹军演吗 现在军事专家也讲 你在这个地方 小范围的搞实弹军演 其实透露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的东风二十一滴 根本没办法发射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因为东风二十一滴 他的目标对象是谁 是美国军舰 对不对 反戒指 对不对 你看到美国动不动 一勇兵三行 从美国西岸 打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 五千公里 动不动就打一发 动不动就打一发 而且我说在那边打 就在那边落地 可是呢 你东风二十一滴 去年打过一次 变成国际系团 打完后 后来才发现 原来有两枚掉到广西 还晕晕 两枚没有中 对两枚不见了 可能在广西 可能在荧南 不知道在哪 那个照片残害 大家可能还记忆游戏吗 所以军事专家讲了 你如果东风二十一滴准的话 你其实什么时候不用看 你只要在你外海 一千公里 白烧渔船 打下去 美军就不敢在旁边 一直挑衅 对哦 这次你是最清楚的逻辑吧 结果呢 不做 你在汕头这边去做军演 好了 你在那边汕头去做军演 大家都会检视 你做什么军演啊 因为两边要PK 要秀肌肉嘛 结果呢 早上八点军演 晚上六点收工 你知道大陆网友 看到说什么东西 解放军过得比我还爽啊 为什么 我九九六啊 我什么叫九九六 我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才下班 一周公司六天 就这个解放军是怎样 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六点下班 然后呢 夜间作战能力呢 我们最急的夜间作战能力呢 中国最想要证明了 它能够夜间作战能力 没有吗 完全没有 六点下班 就是晚上就下班了嘛 就晚上不能打了 晚上就不能打了嘛 所以这些事情 在在凸显 就真的是这样 你做一些大内宣 在央视军网可以 可是问题是 当美军跟你去做压力测试的时候 没想一测试 解放军全垮了 这是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 跟印度海军 这开了视讯会议 结果戴维森 在跟印度海军开会的时候 竟然也跟我提到 台湾 然后提到台湾 坦白说不打紧 他讲说什么 美军会聚焦改善于台湾的军事力量 这些都不稀奇 老调重弹 他讲一句话 他说印太司令部会 促进以台湾军队的 联合相互操作性 什么叫联合相互操作性 讲得很清楚嘛 两边要可以协同作战嘛 这东西就是军演的概念 这东西就是美军要跟台军 可以一起作战概念嘛 他讲白 可以一起作战吗 联合相互操作性嘛 可不可以一起作战 我们这次的汉官37号演习 就要 就要 汉官37号冰推跟实弹演习 他前面是冰推 后面是实弹演习 实兵演习 这边就可以见证这样 第一个 汉官37号前面的冰推 国防部竟然说了 会有外国的友人 国外的友人来参加 而且他说这个国家数 参与国是 不是单数 是负数 这好多个 换句话说 不是一个美国 我们都知道 过去会有美国穿西装在这边 对不对 如果有负数的话 他说不是单数不只美国 那谁可以在这边 我直观想到是日本 很简单 日本也直接都在问嘛 当美军协助台湾 对抗中国的抵律的时候 日本可以在旁边做什么嘛 这是美国出给日本的考卷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汉官冰推 有日本的写的话 他需要在现场提供日本的参数 当然也需要 这一切我们在冰推里面 最大核心是什么 你的电脑设定要有 所以说美日军 台湾的汉官演习 每日都来了 每日都来了嘛 然后呢 好 你这些电脑参数 结束之后呢 接着呢 4月23号到30号是电脑冰推嘛 接着呢 7月12号到16号是时兵演习嘛 时兵演习现在往美国规格走 越来越像 丁建事最经典的是什么 我们安平舰竟然要加入这样的演习 安平舰是什么 不是海军 是海巡署 我们才一直讲 海巡署 海巡署是第二海军 第二海军 抱歉 在美国认为 海巡跟海岸巡逛队 应该变成海军的时候 抱歉 这次演习安平舰也烂 还有呢 后备军力 还记得吗 美军直接点名什么 我们台湾后备军力 根本不能用 去年汉官演习 后备军力动员1000名 今年倒大门 叫招8000名 8000名 而且这8000名 你去教招做汉官演习 你不是去做什么救护 他说叫什么 相战 城市战 是完整的 真的啦 所以这次教招真的有点硬 7月多了 被教招了 要动员8000名 然后呢 我们御三舰刚下海 对不对 御三舰 你桌子是两栖登陆队 我们台湾什么时候 要反两栖登陆 就是反多道吗 御三舰 你回头去看 美国跟日本所有演习 日本的两栖登陆队 除了装什么 AAV的登陆车之外 他还要装个东西 海马是火箭 所以这一切一切的规格 都写的是什么 台湾现在一切的军事规格 已经跟美国靠楼 就像印太司令讲的 相互协同作战的能力 重点来 今天的台股 给大家有什么意义 很简单 顺美者昌 逆美者王 这样很清楚 台积电一路涨跌 一路往上涨 然后呢 抱歉 你如果被点名 像世新已经连续 好几天都跌踢 你说连台北的股市 都受到了中美的冲击了 完全是啊 你看嘛 今天他派那好朋友 十点进总统府 十点我们股市 就开始往上标 一路标 一路标 你看他十点前 还是有上流 十点前还稍微跌一点点 结果台积电一过十点 慢慢慢慢往上爬 然后你这种被点名的世新 KY一路锁死 一路锁死 所以现在整个世界 真的已经是一刀切的世界 顺美者昌 逆美者王 董事长 美国一点都不给中国请面吗 以前蔡英文对于两岸 他都是战略模糊 你说 他现在讲 我们愿意跟理念相继的国家 包括美国 共同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并阻止冒进跟挑衅的行为 代表蔡英文现在也清晰了 现在 今天这个陶德来台湾 跟了蔡英文见面之后 会有改变吗 已经是改变 陶德到台湾 带了一些旧的 一些两党的这个 各属一党的 共和党跟民主党的 这个前助理 前助理国务卿来 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这个战略模糊的概念 战略模糊概念 我讲简单 大家听不懂了 我讲一句话了 就是今天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美军要不要持援台湾 这有美国学术界跟政界 有两个重要的诗变 两个辩论 如果美军现在表态 就是川普政府的态度 很清楚的表态 蓬佩奥表态 如果共军犯台 美军百分之百出兵 那这个有助于 让去压制 不敢情绪妄动 野心 对不对 这是一个说法 那另外一个说法说 因为你过早去暴露了 美军的决心以后 反而逼到中共 他来尝试这个事情 所以这两种论述 现在不断在争辩 但是我看川 这个拜登概念 是往这个清晰 清晰方面走 清晰方面走的情况之下 最后要被检验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武力犯台的问题 武力犯台 今天川英文的讲法 等于是摊牌了 要阻止冒进 这条件行为 那就表示说 我们是要在这个 负责第一岛链的区域防守 任务 这个是非常大胆的说法 这是蔡英文总统嘴巴里面讲出来 也换言之讲 我昨天在这节目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说这几个人来 一定有带了拜登很重要的口信 没有这个口信 蔡英文今天会这样讲吗 不会 不可以 后面一定有非常大量告诉他 你先 你跟他呛吐 没关系 你听你啦 老大你跟你听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蔡总统 不然蔡英文怎么敢讲这话 要阻止中国的冒进跟挑衅 蔡总统的个性我们都很谨小胜围 对啊 他不要去惹事 他要安全下庄 他没在跟他玩家 今天突然间讲这个话 非常有进取心 所以我们期待后面还有更多事情会发生 那这个发生的情况之下 中共也看出来这个名堂 所以双方剑拔如张 是不断地往那个极端的冲突方面 不断地极度的施加方面向上在升 好 那现在美国这样子 羞辱辽宁号是完全不给中国下台阶吗 我讲坦白一句话好不好 美军从头到尾就瞧不起解放军 真的吗 美军是什么样的一个军队嘛 美军建军 美国建国两百年 只有十六年没有打过仗 美军每天在打仗 美军所有的军事逻辑 你跟军事战术的演练 他都从实战经验中改进出来的东西 他所有的军事装备 他的武器一切都是根据实战的经验里面 所发展出来 那中共的海军是北洋海事 他这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嘛 想象出来的跟实际的 他那个 所以他画了一个镇 布了一个镇 你看辽宁号搞半天 结果被那个马斯廷号一下切进去 三点六公里 三点六公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这个马斯廷号 他上面你知道马斯廷号上面有多少的飞弹的发射器吗 九十几个 他这是他一次可以 你记得上一次川普请习近平示范 他们那上一次是发射多少颗 五十五十九颗 我还忘记 五十四十九颗 他一个战舰可以发射 一次可以发四十九颗飞弹出去 你这个航空母舰还会在吗 一夜之间就毁掉了吗 三点六公里 全部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那不是恐怖极的这个东西 那军力差距太大了 所以美军是非常想打仗 你不要搞错了 不想打仗的 是在解放军这边 这是蔡英文总统 过去很少这样讲吗 过去蔡英文总统 谨小胜为 他不会在两岸之间 资深事端 讲这种话 代表强硬了吗 强硬就代表 美国被收听吗 拜登上任以后 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 第一笔的全新的 台湾跟美国的军事销售 还没有开始 昨天他来的时候 就有个消息故意放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来了 要带礼物来嘛 要带礼物来嘛 美国卖给台湾的四百枚的 全新标枪飞弹 跟另外一千七百枚的 这个托式全新的飞弹 会在明年跟2024年 一次全部到位 你知道吗 这个是全部攻打 因为中共不是在讲说 他们的动拐五的 这个两栖登陆舰 那么会过来吗 载着他们来动九六 动九九 甚至于动一五的 各式的这个坦克 轻型的重型的 会过来吗 那我就告诉你 美国这次就告诉你 我们两部 喊不当当加起来 两边动工 加起来两千一百颗 托式飞弹跟标枪飞弹 全部在2024年以下 全部给台湾 你知道吗 全部给台湾完毕 那除此之外 这是旧的 但新的呢 那么有人说 台湾的海军没有战力 为什么 晚上没有热险项 没有夜视功能 然后呢 所以根本不能战 我们不能夜战 你知道吗 就在我们不小心 都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军舰 已经配备装好了热险项 喉外线各式的系统 你知道吗 我们都没有注意 我们的海军有热险项 对 我们全部没有注意 我们之前谈到这个热险项 是谈到什么 是谈到我们的相关的特种部队 然后加装了 在他们的那个突袭快艇上面 加装热险项仪嘛 我们是谈到这个嘛 对不对 就没想到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热险项系统 全部在我们的军舰里面都装了 所以海军包括晚上 绝对不是看不见 那请问你谁卖你的 请问你全世界 拥有这个军舰上面 热险相关的系统 是谁卖你的 美军卖你的嘛 所以除此之外呢 保洁你知道吗 这几天不是蔡英文总统 去接牌有关于御山舰 不是已经我们的万顿级的 两栖登陆船务舰 御山舰不是已经成型了吗 可以载两架直升机嘛 但你不知道一件事 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国舰国造的 第一艘飞弹巡防艇 非常可怜 可能在今年搞不好就落成了 那么飞弹巡防艇不足为奇 因为它的钢板什么 我们能打造嘛 它上面会配备 会不会配备 神盾舰的相关的雷达 作战系统 会不会 我们等着瞧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没有卖给我神盾舰 但神盾舰的作战系统 会给我们 我们现在的万顿级的四艘 这个所谓 也就是可以跟动555 他们的这个南昌号 动位一样上万公顿的记得舰 记得舰已经是准神盾系统 但是还不是神盾系统 那我们全新打造的飞弹巡防舰 上面是不是就是准完全就是神盾系统 我说过了嘛 我们拭目以待嘛 所以 那么包括我个人认为 那么拜登政府跟台湾的第一个军售 会即将是去年讲了半天 到现在还没有成型的 M129A6的帕拉丁的制作炮 你知道吗 一百辆应该会第一笔 应该会成为第一笔 拜登卖给我们的 那因为很简单嘛 它是防御性的 它是陆地上的 它是万一你中共上来以后 我们才要防卫自己跟你互 但你要攻击我们 台湾防御嘛 都会完全符合拜登政府的一个条约嘛 但是重点就来了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啊 可是还是必须要 在训练上面要加强嘛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质疑 台湾有这么多东西 可是我们有像美军那样的 实兵实战的演练吗 说坦白的 你要把台湾的军队去比美军 对不对 这个我跟你讲坦白了 美军是全世界最棒的军队 你要搞清楚啊 我们怎么 我们的训练方式 我们的训练的这个武器 当然没有办法跟美军比 但是美军 各位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子弹 从这个子弹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的新兵训练啊 它给你的子弹 甚至于要求你在 他们演习的一天之内 一个新兵 一个新兵 一天之内要打掉 打掉超过三十个弹架 三百发以上的子弹 这个听起来好像 你听三百发子弹 好像没什么对 我在目标 连一盒都没打完 不客气说 过去台湾三十年前的当兵的时候 一年都打六发子弹而已啊 台湾的陆军一年只打六发子弹 不可思议吧 现在我们的要求高一点了 你说美国的新兵一天打三百发 我们现在不是四个月的义务议对不对 四个义务议的军训军议的那个阿兵哥嘛 本来是从二四发增加到四十四发 后来增加到八十八发 现在要求最高要打到两百六十二发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义务议四个月哦 有增加到两百六十二发哦 那过去这个自愿役的话呢 是九十二发 但现在也要增加到两百七十六发 这是一个进步 但是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美军 你看他那样讲 一个晚上最多的打这个三百多发 对不对 他们如果是经过受训 他们有个相关的新兵训练 把它提升到二十二个礼拜啊 那么其中有一个六十小时的 不间断的这个训练啊 单单单兵作战的新兵截训训练啊 M4卡冰枪 再加上自动机关枪总计 一个人要发两千五百发 这个是为什么 两千五百发 我不是说飞弹 不是说子弹打得多 然后他就很准啊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实弹的经验够 你知道吗 你就是要多打嘛 练啊 我们自己本身那一年 要消耗掉所有的弹药 步枪子弹的弹药 我一个人就打了一两千发 我跟你讲 打了一两千发 打到什么都打到后来 你自然就知道那个诀窍了嘛 我们从这个金门来的一个辅导长 叫周琳 那你知道他们给我们所有的人 全部都上了一课 我们以前认为那是不可能 那是电影的情节 什么 在一百公尺外 放了一根香烟 点燃了以后 他在一百公尺外 用步枪把烟蒂 打掉 你知道吗 那根香烟还立着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 原来电影的情节是真的啊 那当然这告诉你什么 这要靠不断的训练训练再训练嘛 所以今年的汉官37号演习 希望把大量的飞弹拿出来打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的鱼雷 我们鱼雷很久才打过一次 我们的飞弹有时候 台湾的这么多的飞弹 你知道单单配合 那个六十架欢向两千 四百八十枚的云母飞弹 跟九百六十枚的这个魔术飞弹 我们都没有把它拿出来好好的用嘛 没打过 还要 现在已经快要过期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又花了三十几亿 跟法国签了个约 明年以前会把所有的全新的这些 这些全新的发射要助 全新的更换过 我建议把刚刚讲的 四百八十枚的云母飞弹 九百六十枚的魔法飞弹 跟各式的飞弹 适度的几十枚 在太平洋也好 在澎湖发场也好 把这些飞弹 在汉官37号演习的时候 时兵就给它打出来 与其棒地让它过期 不如打出来以后 让老共 让全世界 让所有人都看见 台湾的军队不是不能打 好 报告证 我们常用第六代战机 来形容美国新的发展 你说 第六代不准确 因为第六代 也就是F-35之后 美国现在对于飞行器的概念 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已经不是一个一个飞机 而是一群整体的概念 系统性的概念 而在这中间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发展 RQ-180 它是幻影的无人机 幻影的空中轰炸机 它不但是可以单机作业 它还可以群体作业 对 昨天我们讲的 NGAD就是美国所谓的 下一代空中的优势作业 是从系统面来看 而不是从单机来看 过去F-35跟F-22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单机作业行情 一旦结合起来 本身就不行了 最早期就是F-117 保险记不记得 F-117在1999年 在南斯兰 南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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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掉 攻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说是被米格29的空对空飞弹打掉 有一说是对苏俄俄罗斯的地对空飞弹打掉 但是总而言之 它逆中就没有效应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飞机就是因为怕别人打掉 所以第一个 声音也不敢开 别人自己有军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声音呢不能开 然后看看别人呢 也只能看前看 不能看边上看 因为一看边上看的话 它飞机轨道就离开了 轨道一离开 对不起 它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因为它是逆中嘛 所以说现在RQ180改进了它很多缺点 第一个 它飞行的速度快 第二个 所谓的RQ 就是无人不带武器 当然是轰炸机例外 但是它可以做到很多轰炸机 所不能做到的任务 比如说超音速 第二个 这个保洁 这边有一张照片 2008 2009年 有人在51区附近 附近的高速公路 看到有这种飞机 拍了这张照片 目前只有这张照片存在 那这个是画出来的照片 这个是真正拍出来的照片 RQ180现在是美国最神秘的飞行器 到现在为止 只有一张照片流出来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这个照片 但是这个里面 我等一下会放一部影片 类似这个影片 但是这表示说什么 RQ180 它在空中测试的时候 没办法 实在是可以看得到 像我念书的时候 我就在阿里桑那 就看到F117在天上飞 黑色的 很漂亮 它给你看嘛 没有关系嘛 但是它不承认 那这个飞机 你看 它在整体坐在里面 它上面有卫星 它中间有所谓的 AOX 然后下面有它的战机群 然后在战机群下面 它带了很多其他的飞机 那这个很可能就是RQ180 来无影 去无中 它这边说 隐形 宽屏 什么叫宽屏呢 就是它频率是 wideband wideband好处哪里 它杂讯这些东西 它可以全部几乎 几乎滤掉 飞行人不要再静音了 因为它本身频率就给你做到 同时权向性都可以做到 而且最重要 2万公尺的高空飞行 那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全球音 大概是2万2千 然后俄罗斯也有无人飞机 但是顶多1万2千 所以目前来讲 全球音第一 但是如果RQ180来讲 它就是第一 同时它讲 黄色是战场的状况的情况 它完全知道 不像F117 通通不知道 所以它才被打下来 它通通知道 所以说万一 敌人发现它的踪迹 它马上可以告诉它 那敌人不知道吗 当然宽屏 所以敌人不知道 我们现在看个影片 这个就是 展示型的 RQ180 它做成了一个 animation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 他们造型是这样子 2008 2009年RB 180 它可能就是这样的设计 昨天我们讲的 B21 是有人轰炸机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无人的轰炸机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你看 123 目前来讲 它是都没有公布出来 但是这只是根据 美国发展出来的资料 可以看出来 它的形状 你可以看 是这个样子 而且它不但本身有 载弹量 还可以指挥到旁边的 无人机当成攻击 对 这个就是 昨天我又讲一点点 女武神 这种无人飞机 它可以带小的 更小的无人飞机 而且这小的无人飞机 可以带一个侦察 它可以不用去 丢炸弹 一个侦察2.7公斤 的一个payload 同时它也可以 它不用侦察 它就放炸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比地狱火 还更好用 那现在美国发展出来 什么时候用 不知道 那现在这个影片 就是说示范 这个飞机 飞行的过程中 它的影像 的样子 这个是 这个我很怀疑 可能就是 刚刚就 它是影片 穿插你没寻 然后这是目前 所能看到了 它在飞机 军用机场起飞 上来 被拍到的一段影片 而且它就是在 五十一区所设计的 对 五十一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五十一区 你都看不到 它里面很多东西 你都看不到 好 另外就是 台湾的国舰国造 有被对方渗透了吗 对方居然说 已经找到了 台湾的韩籍工程师 而韩籍工程师 就是因为身份暴露了 所以要离开台湾 好 先这么讲 我们的 我们的潜舰国造 是在台船 重点基地 当然是在高雄 那他的这个顾问 是GL公司 设在支部罗陀 他有韩籍的工程师 有韩籍工程师 好 那我们的对 我们的对面 中国当然也想知道 台湾的潜舰到底 做得怎么样 有些什么要 他们真的有来高雄 他不会直接来 他不会直接过来 他会聘 他会找人 想办法接近 好 韩国也会注意 周边国家都会注意 台湾这家潜舰是怎么样的 那你怎么去找这个韩国人呢 有一个方式 韩国人大概会去韩国 会吃韩国料理 家乡味 所以他们就是听目前的说法 就是有一方 到底是中国还是韩国 不确定 就是透过在高雄 不断的找 韩国料理店 去认识在高雄工作的韩国人 用这样子去摸 他到底是不是台湾潜舰设计的 应聘的这个工程师 好 但是 这个事情要先讲 就是说 今年台湾的潜舰国造 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干嘛 安放龙骨 好 你如果真的顺利都安放到龙骨的时候 其实代表某件事情是什么 设计的东西大概大体上完成 下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从美国买到的 那些红区设备 陆陆续续要进来 进来之后呢 他会先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先做设备的测试整合 整合测试都沉了以后 将来才会放到这个潜舰上面去 先在陆地上做测试 然后才安装到这个船壳里面 那这里面就有趣了 因为要放龙骨 设计工作也告一个段落 所以这一批人本来就 会各自回到各自的国家去 因为他是从 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找来的 所以你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非常有趣 就是说有没有外国 包括对岸 想要知道台湾的浅艰设计的细节 当然有 那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他就是通过这个吃饭的地方 你如果是韩国人 你可能会到韩国料理店 可是不是只有韩国人而已 所以呢 这一种叠对叠的事情 它会不断地发生 它不会停止的 好 正好 另外就是中国现在在计较好我们自己的山东舰 因为说山东舰一天要吃七顿 那你是饭桶吗 吃七顿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太过分了 因为我们比较了美军 才知道美军吃得超好 他可以吃牛排 他可以吃龙虾耶 没有错 因为最近央视 特别他中国的军事网站 特别的报道这个山东舰内部的画面 内部画面 最现在看到就是山东舰内部的画面 结果他们就说 我们这个伙食非常好 一天吃七顿饭 那七顿饭 然后吃很多很多东西 这件事情一出来后 中国网友 七顿饭就代表餐厅随时有饭可吃 24小时随时有饭可吃 然后中国网友就生气 你说饭桶啊 吃这么多饭 看你打仗也没那么卖力 可是坦白说 真的不可以怪这个山东舰 因为美国人的吃更好啊 美国更夸张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航空母舰那个画面 这个东西你看你前面对比一下山东舰 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大学的食堂 对不对 这太夸张了吧 这里面光一个牛排 我都觉得非常奢侈了 他们埋命妈妈都很厚的牛排 然后你看没有 龙虾一个一个的出来 上面就是一个一个这么大的虾子 没有错 第一件事情 山东舰那个东西 我认为还只是这个大学食堂等级 可是你现在看到美军的伙食普遍都很好 这个牛排啊 龙虾是一直来 一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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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看哦 在船上更夸张 船上这个东西 他们每一天要准备一万八千份的食物 你来就吃 来就吃 来就吃 也没有说特别几顿 然后船上的食物呢 好到什么程度呢 牛排啊 BBQ啊什么 都是OK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竟然会有这种大放风的时候 什么叫大放风的时候 导播我们来看这边哦 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 他可以在甲板上开做什么 开party 然后你开party的时候 露天BBQ 对不对 然后呢 冰镇啤酒就在那边 无限倡议 真的无限倡议哦 所以说你看哦 对于山东舰来说 当然呢 他觉得有点委屈 可是你看这美国 对 这就是美国露天开发状况 真的无限倡议的啤酒 非常非常夸张 而且哦 你知道把美国的航空母舰 高级到什么程度 它上面有星巴克啊 你没有听错 里面真的有星巴克 所以说你看哦 这个导播我们看这边 这边是美国航空母舰上 这个星巴克的状况 这个星巴克是说 你如果来的话 你还可以买到 它这个航空母舰激烈的杯子 所以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你不要以为山东舰 我看了都想去当兵 看了都想去当兵 这个钱菜都是虾子做的 不是 最离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好 那你说这些都是原材料高级吧 我有钱就可以 没有 他还很用心 老婆你看这个 这虾子是摆盘变成花 花杯子 这什么东西 这是法国料理才会有的 他还特别把虾子 弄成花 或者是这什么 威灵炖牛排 这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这已经在我们中国 叫什么功夫菜等级 因为你说牛排 对啊 因为你说什么牛排啊 龙虾 那烤一烤嘛 可是当你要搞这种 功夫菜的时候 那就已经是 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心了 好 你说那你美国大兵啊 每天吃每天吃 会不会胖 我跟你讲 真不会胖 因为里面所有 你能够想象的健身器材 全部都有 里面的健身房 你看 非常非常完美 你如果不讲 你真的会以为是 在加州某个地方健身房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健身房 那这个健身房呢 你基本上 你想象到的重训器材都有 而且旁边还有教练 所以对美国人来说 打仗是一回事 可是你在打仗的中间 你要好好休闲 要给他们养好身体 这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的一段时间 到今天 这就是